联發科旗下小經濟達發股號6526 即將在10月底掛牌上市 達發科旗是由母公司联發科物聯網部門 加上洛達、創發、圓銳三家子公司 共四個團隊組合在一起 核心團隊都有超過20年的產業經驗 達發產品主要鎖定網通基礎建設 高階AI、物聯網兩大事業 而且在藍牙音訊和衛星導航 還有固網寬頻三大領域當中 市佔率更是全球前三大 而到底達發有什麼樣的競爭優勢 未來營運觀察重點是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了解 達發科技推到全世界的營商的產品裡面 並不是只靠達發科技這家公司 而是靠聯發科整個集團 因為我想對營運商的服務呢 是所有的這個產業都公司需要 那我聯發科是以集團的能力 跟這些全世界營運商在合作 達發科技旗下包含 無線通訊和有線通訊兩大事業群 而今年以來營收比重大約各半 無線通訊事業群包含藍牙音頻 衛星定位兩大產品線 而有線通訊事業群 則包含寬頻和以太網兩大產品線 並且和全球各大運營商合作緊密 那以聯發科集團來看呢 是擁有最完整的產品線 包含手機 或者是5G的CPE 那還有寬頻 Wi-Fi 甚至機頂盒等等的 聯發科集團呢 是擁有最完整的一個產品線 我想 達發科技呢 是聯發科最重要的一個子公司 所以我想 這個地方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競爭優勢 那當然在導發本身呢 我們的孤網寬頻 以太網等等 這地方是我們自己要努力去 不管是在 產品方面或是技術方面 要不斷提升 那第二個呢 就是有完整的供應鏈 跟完整的客戶支持的這個 產業 在台灣這邊 我想大家知道 半導體的產業是在台灣嘛 那我想 達發科技 也是 有這個聯發科集團的支持 所以不管是在 先進製程 先進封裝等等 都是可以有不錯的支持 那另外 台灣的網通產業是很完整的 我想 台灣網通產業是服務全世界的運商 這地方也是我們跟 位在台灣的 達發的一個優點 達發科和聯發科合作相當緊密 聯發科的產品作為大平台 達發產品則為中小型平台 在大小平台分工合作之下 透過集團服務策略和歐美廠商 一較高下 達發科技的組織規模有彈性靈活的特質 可以快速回應客戶的需求 此外 核心團隊都有超過20年的經驗 客戶已經遍佈全球 達發科技的產品定位還有許多成長機會 加上與某公司攜手展現大小平台 分工合作的優勢 一定可以贏得市場青睞 客戶信任與客戶共同成長 聯發科有相當多的大型的平台 這些平台上面都會搭載 搭載這個達發的這個比較中型的 這個SoC的晶片 這些平台其實能夠搭載的相當 搭載我們的產品是相當多 包含這個不管5G CPE Wi-Fi 那甚至這個Surveillance 甚至Setabox 那甚至這個VOIP等等 這都是屬於我們集團或集團 或是我們自己的Pone等等 也都是個平台 這都是屬於我們這個集團 或關係企業的平台 那我想這個這個搭載的這個優勢 是達發科技 一個相當可以發揮忠效的地方 隨著美國政府先前宣布 將投入高達420億美元的 寬屏基礎建設計畫 目標就是讓全美能夠高速上網 而在各國政府加大力道投資 網通基礎建設的商機之下 有望帶動達發未來營運動能增文 那這個最近大家也知道 各國政府都加大這個投資 這個網路基礎建設 大概未來5到10年 這幾家這幾國家 這8個國家就投入800億了 那所以我們打發科技 還是有很大的一個發展機會 那因為這個他投入的基建 很多網通的中端設備 會持續的越來越蓬勃發展 那達發科技的機會 就在這個家庭網關 光圈到戶 光圈到勢 以太網交換機等等的這些機會 打發產品線多元 近年也拓展到以太網發 和交換機解決方案 公司也強調將持續投入更多資源 在新產品的開發 今年即使經濟這個景氣比較 我們也還是持續在 持續投資一些重要人才 因為畢竟我們最重要的 投資也是這些人才嘛 產能也是靠這些人才 重點當然是未來成長的一些新的機會 那當然包含這個 寬屏基礎建設 Broadband這部分的 要往前走 剛剛博明有報 我們要往中高階走 甚至以後的未來的支持 那個24個核心的那個Wi-Fi 7 Wi-Fi 8的新產品 那另外當然以太網 會投資比較多一點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 延伸出去的產品線 雖然說 比較新 但是其實聯邦科也投入很早了 包含這個 以前 陳志 他們其實也有投入以太網 只是說 那時候沒有當作一個獨立產品在 推展 那當然你講GPS跟 藍芽那是磁系的啦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延伸性的產品 我們也是磁系在投入 尤其是在 車用的應用上面 因為那個應用是跟 跟以往consumer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所以未來的投漲 未來的投資呢 一定是往比較藍 比較高 中高階比較高價值的 展望明年運動呢 公司看好各大全品線 將各擁機會 而目前庫存水位也逐步恢復正常 近代明年市場復甦 將把握成長機會 我想上半年大概 是比較辛苦的啦 那當然第二季也比第一季稍微好一點 那第三季七月跟八月呢 這個YOY的 弧度 摔退幅度就小 比上半年小多了啦 所以我想 今年呢 當然是對整個市場是景氣是比較弱的 那當然我們希望趁這個時候 要調整我們的體質 那等到 也許明年景氣回來了 那我們能夠獲得最大的一個 那個 那個機會跟成長 我想未來一年 未來一年或兩年之間 我想我們四個產品線 其實成長動能都 相當明確啦 我想 這個 再碰的部分 碰的部分我想 這個 各國的這個 寬頻基建 的一些計畫呢 這個總計有八百億 八百億的這個資源的 八百億美金的這個資源的投入 那二則是說 在這個 光鮮到戶 這個 提升還有這個網速的提升 那這個有助於我們從 不管從銅 轉光或是從光的 激碰 轉天激碰 那高價值的產品呢 他比重會上升 那再加上 我們在全球各區域 特別是歐美 市占率會提升 那 種種這幾個部分呢 會是我們 這個寬頻過往的成長動能 那在 藍牙升學的部分呢 因為我想過往是很扎實的 在技術與市場 做很好的佈局 那目前呢 全球包含日 美 歐 這個 很領先的這個 品牌客戶呢 已經都是我們的大客戶 那我們會 在這 我想這三大客戶呢 我們會跟著他們一起 一同成長 那在剛才我想一群也 也做了未來的一些成長動能的佈局 包含 包含這個 電競耳機 包含 企業用耳機 包含 祝福聽耳機 等等 那這些應該也會持續發酵 那這些會是我們 這個在藍牙升學的成長動能 那在 衛星定位的部分呢 我們短期呢 短期應該會 在有這個 全球性的這個 領導的穿戴品牌的導入 那中期的話呢 我們會在這個 高精度 高精度的公控定位 包含 剛才也介紹了這個RTK DR等等 這些在工業控制 高精度上面的定位應用的這個擴展 那長期的話呢 長期的話 我們會跟著這個聯發的這個車用 車用電子的這個整體的 大平台的布局 那這邊也會 我想再長期會逐步發酵 達發近年 毛利率和獲利表現 受到高階產品的推升之下 逐步墊高 儘管今年營運受到全球市場景氣疲軟所干擾 但達發目前庫存水位已經逐步恢復正常 明年營運體制輕盈 中長期來說市場看好 在聯發科集團資源整合之下 有助於推動未來業務的發展性 而加上各國對於網通基礎建設的投資不減 都將增加未來營運的機會 我們將持續萬一追蹤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